二八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正逢樱花季报到的北海岸 也涌入了不少游客 加上天气晴朗回温 其实各地景点人潮都不少 最热的是小吃摊饭 生意是好到不行 每逢夏日就很热闹的淡雪老街 今天更是寸步难行 不少人全家出动 趁着好天气出门逛逛 人潮就是前潮 卖小吃的摊饭 手边工作没停过 多很多 对 因为天气好 但是只要天气好的话人就多 常常英语绵绵的淡水 难得也是大晴天 小吃摊老板忙个不停 生意比平常假日都还要好 而三只正逢樱花季报到 也吸引大批赏鷹游客 鲜艳的花朵在枝头绽放 游客拿相机不断按快门 留下最美的画面 不过目前盛开的 已深粉红色的山樱花居多 浅粉色的吉野樱 要到三月中旬才会开花 过年前有去阳明山 可是都没有没什么开 然后今天来这里又只有一个 对 有点失望 因为有部分开了 可能在一两个月就会盛开 新北市赏鷹著名景点天元宫 周边步道都是游客 悠闲踏青散步 晒晒太阳 提醒民众因为樱花花季短 想要赏鷹得把握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